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手踮到 换手 左手 一样 以小指引进转外圆 要求手高不过头 低不过刀 中心三期转换 正面双手成丝 比较远手 左手往上分的时候呢 右手向外 相护 相护 相抗包 腰手和单手成丝一样 换左右后骨 手打至前方的时候呢 从上往下 右手驴右腰间 左手驴左腰间 关键 好坏 单手侧内残濕 右手在右侧方 前方轮线 下额中心左移 穿掌的时候重心右移 向后分 下合 穿掌 单手侧面残丝 好坏 同样动作 小指引进 下合 重心一致左腿穿出去 分 下合 穿出去 好 双手的前膨后领 然后拉我们线 在身体的前面 上膨 下领 以身领手 好 好根部 换 下领 变为上膨 下领 下领 首先 首先 让我们把前面所学过的第四段动作 完整地复习一遍 连手红拳 小琴打 一 提膝合手 开步 推掌 六封四臂 双手下铝 移重心合手 用前下方推出 走单边 一 二 勾手送出 三 提膝开步 四 移重心 再回中心穿掌 拉开 同时扣右脚脚尖 下伸 前招后招 接手 摆右脚脚尖 跟左部 同时再开左部 往左转 前招 原地走后招 左手上棚 开右部 捏码分钟 穿出去 往外分 摆脚尖 收部 开出 捏码分钟 从上接手 两手下铝 摆左脚脚尖 上部往前抓 拉重心压到右脚上 下铝 移重心合手 头腹六分四地 走单边 跟手拉开 提膝开步 移重心 再回中心 再回中心 穿掌 拉开 翻边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把今天的动作示范一遍 翻边 拖一 用手便掌 收部交叉 合手 往上棚 转换中心 下压 提膝起正脚 收 蹲 推掌 转 走 胎部 合手 预理穿梭 便揽扎 一 测试重复动作 继续揭手 松手下铝 移重心 合手 再次重复 六分四臂 便单边 提膝开步 拉开 拉开 收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育女穿梭 勾手 变成掌 走下红线 与左手相合 同时 收你的右部 一 在胸前交叉 合手 把右部收回来 这时候重心完全压在你的左腿上 同时呢 身体往右转 重心呢 慢慢的随着转动身体 重心压到右腿上 同时呢 左脚脚后跟响外摆 坐到中间最早两手同时往下按 随着你心气的下沉 两手按下去 右手往前 左手往后 合于胸前 身体来 转向身体的右方 转身的时候的注意 从上往下领的时候 不要将你的肩膀架起来 很放松的 往上领手 转换重心 往下压 有一个轻微的重心转换 因为右脚是须部 往下落的时候呢 我们要转左脚的重心的时候 重心先压于你的右腿 同时呢 将左脚脚后跟呢 摆过去 拉回来看 一 二 落实右部 然后同时重心最后压在你的右腿上 沉下去 接下面双正脚的时候呢 两个手心掌心向上 用身体带动 不是说光把手臂举起来 用身体带动起来 掌心朝上 同时起右腿 跟着左脚正脚 然后压下去 右脚正下去 和起掌心朝上 落的时候呢 掌心朝下 起 正 有一个双正脚的功能 先落左脚 后落右脚 右脚的重心呢 没有往前移 重心一直压在你的左腿上 再做一遍 起 正 正下去之后呢 接下面动作 收你的右部 两手合于胸前 同时将右腿提起来 身体合作 往前蹬腿的时候呢 有一个蹬脚的动作 正蹬的动作 力打在脚 脚跟上 同时呢 将左手推出 将右手推出 左肘向后方 打出去 一共三个力点 收 蹬 打出去 掌根 肘肩和脚跟 三个力点 同时发出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蹬 然后落步 同时左肩 右掌的掌根 往前推出 往前上你的 左脚 左脚 同时将右部插出 左手沿 右手手臂的前方 向前推出去 插步 右手 右手 站于 右头顶上 同时了 重心了 往右腿上压 左脚 脚跟着地 身体 掌心朝前 合手 身体转过来 好 这是 育女穿梭的动作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 育女穿梭 单边 好 一 交叉 合手 收步 二 转换中心 双手上膨 好 三 重心往下收 四 起跳 五 收 合一胸前 六 蹬 落步 走 轻跳步 一 二 手夹起来 插步插出去 三 转身 把脚扣过来 好 收 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单边 走 一 交叉 拉合手 收步 二 转身上膨 转换中心 三 我下缩 四 起跳 五 收 六 动 落步 走 一 二 转 这里啊 注意转身的时候了 先落脚跟 然后再扣你的左脚脚尖 最后中心压在你的右腿上 你看 压过去 一 二 最后中心压在右腿上 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城市太极拳中的步伐练习 前进步 首先 我们注意一下 前进步 向前 开出步伐 重心压在右腿上 往前 往左前方上步 不要直着往前面 一条线往前走 向左前方 开步 然后慢慢的收你的右腿 重心移在左腿上 右腿沿支撑腿的里侧 也就是沿左腿的里侧 向右前方 开出 用脚跟着地 慢慢的移中心 那后面呢 再收步 再收回来 然后呢 再往前走 用脚跟着地 往前走 沿支撑腿的里侧 收回来 再开出去 然后重心移过来 再收回来 再往前走 这是前进步的动作要领 也就是我们重心 如果说步子开得比较大的时候了 像 一些往前进的一些平产步 重心 开比较大的时候了 它就有一个中心的转化 我们重心移过去 然后再收回来 这个时候呢 需要一个白脚尖 因为我们在上步的时候了 走大步的时候 我们步子就上不过去了 收回来 然后呢 向左右前方开出 重心压过来 然后再回中心 再白脚尖 再收回来 再开出去 这是前进步的动作要领 那么我们在练习中间了 出现最多的一个动作 就是奥步 前膛奥步的动作 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隆膝 奥步的时候 你看双手下领 起左腿 好 向左前方 往前上步 一 这里呢没有中心转化 这时候中心压在左腿上了 左腿为尸腿 好 收步 支撑腿 支撑腿 支撑好它 往右走 拉过去 走三 领起来 好 我们变斜行 开步 这都是一个前进步的一个动作 拉下去 好 变勾手领起来 好 打开 这是前进步的动作 这是前进步的动作 在后面的第三段动作里面了 左蹬一根以后了 接的动作也是一个前进步 一 二 三 四 拉开 这也是一个前进步的动作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 揽扎一 六峰四壁 单边 这三个动作都是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动作 好 我们看韵女穿梭转身之后 擦完布之后 以重心转身扣脚 这时候我们的重心呢 已经压在右腿上了 这个时候呢 右手呢 向下和左手向上 移重心 重心压到左腿上 提心和手交叉 身体左转 就我们前面的揽扎一动作 然后拉开 揽扎一 接下面动作 六峰四壁 一 接手 二 双手下旅 头往上顶起来 立身中正 好 转腰 移重心和手 走 推 六峰四壁 力打掌根 走单边 一 二 慢慢地打开 提膝开步 好 移重心 然后再回中心 穿掌拉开 扣脚 往下松 最单边的时候 最两轴与两膝相合 勾手手腕临近 掌的话把掌根坐起来 立打指尖 稍结 整个这个圆弧拉出来 头往上顶坐到立身中正 好 收 好 下面 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练习 揽扎一 六峰四壁 好 我们从与你穿梭的推掌开始 好 移重心 一 合过来 接前接下面 揽扎一的动作 二 移重心 提膝合手 好 脚跟里侧开步 松胯转腰 走上无线 拉开 合手 插腰往下松 当成圆 六峰四壁 一 接手 二 两手下旅 好 慢慢的转换中心 合手 收步 一掌 六峰四壁 走单边 一 二 勾手 送出去 三 提膝开步 平展步 走移重心 回重心 好 移重心扣右脚 拉开单边 好 收 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好 我们从育女推出的推展开始 好 移重心 一 合过来 接前接下面 卵扎一的动作 二 移重心 提膝合手 脚跟里侧开步 松胯转腰 走上无线 拉开 脱手 插腰往下松 方向远 右风四壁 一 接手 二 两手下旅 好 慢慢的转换中心 合手 收步 肩掌 右风四壁 走单边 一 二 高手 动出去 三 提膝开步 停展步 走移重心 回重心 好 移重心扣右脚 拉开单边 好 收 让我们一起把今天所学的动作练习一遍 单边 玉女穿梭 一 两手相合收步 二 转身 转换中心 往下缩 走 走 起跳 收 蹲 走 玉女穿梭 转身 开步合手 移重心 上膨 往下缩 走 六风四壁 一 二 二 接手下缕 三 再转换中心 推出 走单边 一 二 打开 打开 提膝开步 一 中心 再回中心 穿掌拉开 往下缩 收 收 收 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单边 玉女穿梭 一 两手相合收步 二 转身 转换中心 往下缩 走 起跳 收 收 动 走 玉女穿梭 转身 开步合手 移重心 上膨 往下缩 走 六风四壁 一 二 接手下缕 三 再转换中心 推出 转单边 一 二 打开 三 提膝开步 移重心 再回中心 穿掌拉开 往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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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现在的人们呢 是越来越爱吃辣 这辣椒吃起来呀 也是香的诱人 辣的过瘾 当然了 喜欢辣椒 不仅要喜欢它的口感 也要了解它的作用和功效 而这些 您都知道吗 今天的健康生活小贴士 咱们呀 就要好好地聊聊辣椒 首先辣椒呢 对口腔及肠胃呢 有刺激作用 能够增强肠胃蠕动 促进消化液分泌 改善食欲 一些医学营养专家 通过研究就发现啊 喜欢吃辣椒的人 胃溃疡的发病率 就远低于不爱吃辣椒的人 这是因为辣椒啊 能够刺激人体前列腺素 一二的释放 有利于促进胃研膜的再生 维持肠胃的细胞功能 防止胃溃疡 第二呢 是常吃青椒呢 能够预防胆结石 因为这青椒中呢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C 可以使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呢 转变为胆质酸 从而预防胆结石 而已患胆结石的病人呢 就应该常吃精药 这样呢 就对缓解病情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呢 是辣椒呢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心脏功能 以辣椒为主要原料 配以大蒜 山楂等提取物 以及维生素E 制成的保健品 使用后呢 能够改善心脏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 另外 常吃辣椒呢 也可以降低血脂 减少讯酸形成 对心血管系统疾病呢 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第四呢 是辣椒呀 它也有减肥的作用 辣椒中呢 含有一种成分 可以通过扩张血管 刺激体内生热系统 有效地燃烧体内的脂肪 加快新陈代谢 使体内的热量消耗速度加快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第五呢 是辣椒还能够抗辐射 像红辣椒啊 黑胡椒 咖喱等这些香辛料 能够保护细胞的DNA 免受辐射的破坏 当然了 辣椒的好处肯定不止这么多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就先和您聊到这里了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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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